一輛白色的製小客車車禍後一百八十度翻覆 四個輪胎都朝向天空 車子的零件也噴飛到一百公尺外 整輛車車體都嚴重凹陷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有多大 現場 對 一個歐卡 然後一個受傷 然後其他看起來都沒事 救護人員到場後 發現兩名民眾躺握在車道上 一名女子已明顯死亡 一名男子則是命危 在往醫院急救後 宣告傷重不治 這起國道連環車禍 發生在四月二號的凌晨一點五十分 在國一北上台中南屯段 前方的連結車遭到白色車輛撞擊 導致後方的車閃避不及追撞上去 後方五輛車都遭到波及 整起車禍總共造成七輛車發生意外 這台白色製小客車 車上連同駕駛一共兩名 21歲的張姓女子 與22歲的陳姓男子 因為車禍衝擊力大 所以拋飛在車道上 最後兩人都宣告不治 今天是連假第二天 許多民眾為了避開車潮 選擇深夜或是凌晨上路 沒想到卻發生追撞事故 警銷救護人員到展後 也快速將車輛與車體零件清除 讓國道可以順利通行 而這起車禍造勢原因 警方還在釐情當中 近新聞召見連李觀彩採訪報道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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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